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下午2点会进行我们工厂管理孵刀法的协商 那这个协商呢很可能会让我们的农地全面失守 让这些违法的工厂就地合法 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 那大家也看到我们隔壁有一些朋友 拿着这个一旦落日永无宁日 我们很好奇他们是不是违法的厂商 如果他们也是违法的厂商 警察先生我们在这边检举 希望可以把他们处理一下 这些霸占农地的厂商可以现场出面 也是非常不简单 警察先生我们检举他一下 如果检举有用 那就不会有这些厂商在了 我们的政府还要告诉我们检举是有用的 不要公民诉讼的机制 这就是最荒谬的地方 没有合法的工厂 今天有你们10年的期间 你们有合法吗 但是这些合法的工厂 你们有觉得你们很违困吗 你们这都白痴呢 人家可以去检举土地买商业 但是我觉得这是政府的接近 不是这些人的接近 不是我们的接近 也不是你们的接近 所以你们不用对我们担心了 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说 今天农地是不是农业是不是勇士经营 农业 我们今天说实在 你们这些人都吃什么东西 你们这些人今天来吃饭也不用吃饭 你们今天吃的是自己做的 还是这些农民做给你们吃的 所以我今天要说的 我不是说有什么人 但是我站在农民 站在我们的一台来说话 今天你经济博士 我没有要求什么 你今天要统计的 那些人没办法的事 说实在的 那些管理 那些人都去比喻的 什么农民都可以说 但是我们全面的食材问题 什么人要付账 他要在这些工厂金融污染 这些农业污染 这些农业 产要做什么 他们产生的问题 这些违章工厂 你没有申请合法的登记许可 你没有付钱去买合法的工业用地 你没有纳管 你这些钱都完全外部化 你让一般民众 农民去负贷你们的成本 可以吗 这样的经济发展可以吗 可以 可以 这一个法案 基本上就是史上最劲爆的土力法案 下面都已经算好了 这个行政院说 总共有1.4万公顶的农地管理厂被占用 然后每公顶是3025坪 这个如果让他就地合法 可以自由买卖的话 他变成工业用地 一坪他净赚8万元 他这些厂商 总共可以拿到3.4兆 那3.4兆也是多少 因为他说总共有3.8万家厂商 所以啊 今天来这边的厂商 其实他们那么辛苦 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每一家 可以拿到平均可以拿到9千万 这个利益大不大 大 所以这个法案要不要撤回 有 另外 如果把这个3.4兆元 分成1千万 就是我们统一花票的特奖 大家分一分的话 总共可以分给几个人 34万个人 这个平均每 100个台湾人 有1.5个人可以分得到 这样利益大不大 另外我再讲一个 今天来抗议的人 他现在是不可以请外劳的 因为他没有工厂登记证 只要他拿到特定工厂登记证以后 他就可以申请外劳的名额 他一家可以申请两个名额的话 总共可以申请几个人 总共有3.8万家的厂商嘛 对不对 那每一家拿到两个外劳 就有7万6千个本地劳工的工作 就全力会被挤压 如果政府强势要通过这个法案的话 那等于说碰到每一家厂商 给了那么多钱 那对我们这些合法的厂商 是一种严重的打击 他们已经强壮了以后 我们不晓得要怎么跟他对抗 他本来啊 比方说他本来没有工厂登记证 他不可以去投标那个政府 采购政府的标案啊 他现在有特定工厂登记以后 他就可以去投标了 而且这个都是好像都是免费送的 这样公平啊 不公平 蔡英文政府在2016年上任的时候 提出了十安五环的政策 第一环就是源头控管 源头控管他们成立一个毒物局 2016年就把它放在网站上当成政绩 但现在违章工厂的偷牌 违章工厂的各式各样的排放废水或者是污染 他们要怎么样去管理 这完全完全就是违背政府自己所喊出的 十安五环的政策 各位看到好 我这边准备了一张这个照片 这是最近新增建的在彰化地区的违章工厂 就是最近这阵子而已哦 这几个月内而已哦 如果行政院现在告诉我们 他们不希望放公民诉讼 是因为我们有检举机制 检举机制都可以处理这些违章工厂了 我们这几天都检举了 一动也不动 彰化环保联盟期从2017年 就联合这么多的公民团体 一起发文给中央给地方联合检举 29间的违竞工厂 新建的一间都没有拆 一间都没有拆 现在这段期间有非常多的居民 在附近的住在河美 住在大埔 住在埔兴的居民 都会来跟我们澄清说 他们又看到新建的违竞工厂 就是大家看到这些照片 你不伤心吗 这些原本都是农地 你去看Google Map 你都还可以看到它原本农地的样子 现在变成什么 变成工厂 违章工厂的问题的出现 其实就是在挑战这个国家的空间布局 以及它的法制 台灣的区域计划法对非都市土地 是在民国63年立法通过 65年到74年就全部编定完毕 過去三十几年来 这些违法厂商 他们不知道是在 不可以这样盖的土地上 这样做吗 如果明知 请问这是不是很恶性重大的违规意见 如果是非法三十几年 请问 凭什么 这边告诉我们大家 你们有什么权利 你是拿 你这边就业人员 跟你们经济收入 来绑架这国家的法制 至于行政院 你送这个法案出来 马政府最晚的时候 我们已经通过一百八十六处 当时我还先称认是 区域计划委员 当时这一百八十六处 对我们来讲 设定就是最后 国家可失守就这么多 在那时间以后 一直到明年一百零九年 这当中 如果没办法合法取得灵灯的 其实就是惨掉 我们现在的立法院 所通过的版本 政院的版本 反而要放大到 一百零五年的五月二十号之前 说实在话 你变成比马政府时代所 放过一百八十六处 还继续放 这整个农地非法工厂 问题一直都是 政府公权力部章 你在第一时间 人家检举非法 你就该铲掉了 你没有铲掉 你放到今天 再跟大家讲说 我们全部帮你那管合法化 因此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过去这三十年来 承办相关的有检举案件 而没有办的公务员 其实全部都该以独自就办 这一点如果没有先做 通过这个法案 再做 你能够相信 台湾有任何执行率 目前一年要增加 六千多间非法工厂 有可能 处理得掉吗 有可能 叫人家停工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过去十年 如果只合法四十六间的工厂 现在一年增加六千多间 请问这个政府有能力辅导 有能力铲掉吗 工服法毁农灭国 工服法毁农灭国 行政院撤回修法 行政院撤回修法 捍卫农地 撤回工服法 保障合法 撤回工服法 捍卫农地 撤回工服法 保障合法 撤回工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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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